來,我幾期我來好了 來,我們去聽見朋友的問題 就是說,他這個水條一分,都是這個一盒 一盒一盒的一個肥料 這在去年,要用得一盒一盒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這個肥成,所以動30幾天 所以,意思就是說,比較不動頭 後來,這個二期的水條 所以,他用30幾天一包 在那裡,很矛盒的動五十幾天 但是,在我看起來,比較短 比較鬆 再來另外,就是說,他在一期做六十天 他用四十三一分的一包 七十五天還有一包 二期五十八天出稅 所以,比較近一分的四十三盒 一包 就是說,一期中,他只用兩包 一分的收九百 九百金 一期呢 有1200至1500的收成 今年,差不多有1200至1200的收成 所以,有什麼地方用得到 他感覺到 這個頂域 比較不會透益 是怎樣 這是 我是這樣看法 就是說,會透益不透益 這個有時候 我們好朋友 其實,切仔 會 三龍的館 不要去糾結 就是說,在台灣來說 不要去 不要去 複製 那個 很大 霧的 這種的 一個感受 裡面 在既年 既年 我們在說的既年 是2017年 就是說 2017年的 這個萬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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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萬當 萬當 我們在補的時候 遇到 很多人都 這個 細菌性股膚病 再來 高溫的 這個關係 頂頂 所以 德索三龍 都沒有 所以 我個人 因為 這不是 含背了 沒有絕對 沒有 絕對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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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 所以 這個 再來 一個 不是說 在這裡 我們要把 這個 我們的 主管 單位 聲明 我們有 台肥 提供 但是 他一直在 這個 因為這樣 叫法治 我們就很衰 這 台肥 這個肥療 尤其 它有 特製號的 這部分 外面 當然 因為 他們 外面 有很多 這個肥療 但是 他們都會說 台肥的 肚子 不動頭 反正 這種 未聽 很多 聽不到 看起來 我們好朋友 也有這種 感覺 他也覺得 第一次沒有動頭 沒有動腹 這種感覺 沒有肥 很不動 很多人有這種 有這種看法 其實你看起來 好像 好像蠻有道理的 又聽人家說 還有好朋友 自己做試驗 自己營下去 覺得 好 怎麼做 真的 這個原因是出的 對 在這裡 最重要 這是硝酸泰彈 跟鞍泰彈的關係 其實有特製號的 這個東西 是裡面有硝酸泰彈 有硝鞍 硝鱗 硝鱗機的 這個肥療 因為我們在肥療裡面 我們有鞍泰彈 硝泰彈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蝕鞍 蝕鞍就是肉層 還有一個青鞍 青鞍就是這個黑肥 這個大概 這個比較特殊的 所以這個硝酸泰彈 就是大概這四項 這個尤其不要說 所以現在我們看起來 就是 簡單說 如果這個 不論是 安泰彈還是硝酸泰彈 都是作物 一個行動裡面 很好的 一個硝酸的來源 所以 最主要是說 我們要去了解 這兩種的一個差別 這個作物可以利用的 這個硝酸的形態 就是說 這個硝酸泰彈 跟胺酸泰彈 他都有辦法利用 但是他可以 吸收一些有機態 譬如說 一點點的胺基酸 一點點的硝酸 這種都很少 都一點點而已 這個空氣裡面 很多淡層 這種淡層作物是 沒辦法吸收 完全要靠 衛生物的固氮作用 還有一部分有可能的 這個硝酸的作物是沒有這種本領 所以沒辦法去吸收淡層 我們途中 本來存在的淡層就沒有 所以 途中的淡層 是沒辦法 作物來利用 作物可以利用 其中一部分 這裡面最主要 他在利用的就是 安泰彈跟硝酸泰彈 要有機態的 他都吸收 都一點點 我們就手在落 怎麼 就手落 他會變成安泰彈 變成硝酸泰彈 叫作物來 把他轉化來利用 所以冠人 你就是 效果很壞的 就是說 他的轉化 會多錢壞 所以這點 我們好朋友 可以稍微來 他了解一下 這樣 因為這個形態不一樣 這個安泰彈 跟硝酸泰彈不一樣 他吸收的時候 就不一樣 修宣就是說 這個安泰彈 磷磷 譬如說我們水磷裡面用磷磷 這個磷磷 如果是進入 這個作物的 這個細胞裡面 他是有毒的 對作物來說 這個東西 對植物來講 是有毒性的 所以他要快 快要快跟這個有機酸 趕快去結合 形成一個東西 這個安基酸 還是這個西安 這種東西 這個漸食 比較快 先去把他 把他放起來 不然 他有這個磷磷磷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毒害作用 但是 他可以吸收一部分 這樣而已 所以 這個安泰彈 通常是比較不容易說 直接就是 做物的一個體力 但是他有在這裡 做物的這麼一點 這個硝酸泰彈 就不一樣 硝酸泰彈進入 做物的時候 他有用的用 沒有用的時候 他有一點就是去新陳代謝 他就去用 就去用 去變成 氨基酸 變成什麼 去做新陳代謝去用 如果假的放在哪裡 假的 他會一直吃 做物的一直吃這個硝酸泰彈 他會去放在這個 細胞裡面 把他蓋起來 細胞裡面有一個 很大的叫做液泡 一個怎麼說 裡面在砸水的這個東西 其實裡面有很多 可以摘到很高的一個濃度 在這裡面 對作物也沒有什麼不良的作用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單純用硝酸泰彈的時候 沒有什麼不好的一個 比較沒有那種不良的效果 但是你如果純粹都用 氨泰彈的時候 有時候如果比較多 就比較容易有這個氨重度的 這個現象 這個水徑的 一種問題 所以作物也很奇怪 他說我們有時候想說 他就慢慢吃就好了 他就要一次 丟到四丟長 要做什麼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吃的時候 我們就要丟起來 所以有的人的股就是這樣 那是我們生物的本能 我們要丟一些去省 所以有時候 他就是必中的一個 所以這個硝酸泰彈 在作物的時候 就是說 他有一個 如果是給他吸收 他就有辦法 累積在他的體內 他會慢慢慢慢 來利用 累積起來 所以作物的一個 這個性質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硝酸泰彈 對著他作物越來越大 這個硝酸泰彈的硝酸泰彈 就會越來越少 因為他會利用掉 但是安泰彈通常是 安泰彈通常是不便的 所以我們是說可以在作物的 這個行動的這個規定裡面 讓他一個方便 可以 不然就他當前的這個時候 他就需要 還有另外一個方便 就是說讓他後面的這個需要 這這樣起來 這應該是比較好 所以這個硝酸泰彈 在作物的這個體內 是有辦法累積 但是他沒辦法累積在土壤裡面 因為他帶負電 土壤也帶負電 所以壓下去就流掉了 這個安泰彈流氨 一種東西剛好倒併 他帶正電 所以他可以在土壤裡面儲存 因為土壤會 把他固定掉 他比較不會流掉 比較不容易流失 但是在作物的這個體內 沒辦法來給他這個流失 沒辦法省起來 沒辦法省在作物裡面 他的中毒 所以在這個裡面來看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 如果是說 如果是在這個 他在開始在打這個中間 我們讓他有累積一些 這個硝酸泰 來這個溶的時候 他後面 後面 後面 途中供應不夠的時候 作物 為什麼有辦法 一樣來打 他如果是硝酸泰 如果是 入口的時候 他後面 他後所行動發育的 會如何 所以這個 淡肥有地原效應 是由這裡來的 就是說 說他會累積硝酸鈦 硝酸根 在這個東西裡面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東西 在他的液泡裡面的時候 他會形成一個滲透壓 這種東西可以去調節 這樣比較不會怕冷 所以冷的時候我們做什麼東西 做硝酸胛 就是說他本來就是會吸收硝酸根 還有胛所以吸收 所以有胛 就比較不怕冷 所以很多人在做硝酸鈦 那不對 這個怕冷其實是要做硝酸鈦 硝酸根 還有一個鈦 這樣起來他就調節滲透壓 作物就非常不怕冷 這是題外 但是這個硝酸鈦丹和胺酸鈦 都是簡單說 就是一個作物很重要的 只是說吸收的形態 沒有什麼樣的 所以一般來說 在這個大區的一種作物 都是對硝酸鈦丹 都特別特別的介意 水生的這種 還是說強酸性土壤裡面 成功的作物 都比較愛這個胺酸鈦 這通常是這樣 所以像以前的研究是這樣 這種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硝酸鈦 硝酸鈦 硝酸鈦 變成硝酸鈦 它的酸鈦表現比較好 這通常是這樣 因為它是漢作 這一般蔬菜 葉菜類 貴戈菜類也是一樣 對硝酸鈦都是比較喜愛 尤其你如果是做水耕栽培的時候 添加一個明顯 所以在這個水耕的這個 汽染裡面一般來說 就是說 營養液裡面 如果是有硝酸鈦 沒有胺酸鈦 尿素鈦 沒有要緊 但是你如果倒閉下來 有胺酸鈦 沒有 有胺酸鈦 有尿素 沒有硝酸鈦 沒有硝酸鈦 做物大不好 所以很多人在做這個 介質栽培的時候 像在台灣 我們如果是 夏天跟冬天 我們配方通常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有的人不知道 去拿到 拿到那個 什麼小黃瓜的什麼神秘配方 哦 那就 就好像佈了 就放在他們家都不讓看 不讓看那種情形之下 人就沒辦法去把那個 所以他的 弱人好像還可以 冬人他就住不住 你看起來他通常裡面有藍藉素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水耕以前是人類說 他不需要硝酸鈦鈦 安鈦鈦 因為水牛住在水底 這個硝酸鈦鈦是會流失掉 所以通常是安鈦鈦會比較好 但是 很多這個 試驗裡面有發現 水牛 如果說可以 尤其在這個 擠水之後 把它補一下 你買便費的時候 補這個硝酸鈦鈦 它有這個 錦上添花的這個效果 這通常 我們就是說 會去給它 討論一下 這個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大概是這種 這個硝酸鈦鈦 跟安鈦鈦的一種 這個輸用 當然 這個有時候就是 常常是因為某些生意上的一種 因為硝酸鈦鈦都是比較貴的 所以 國產的肥料裡面有特製好的 就會給它一點硝煉雞 但是很多人 我像我這邊一包就把它撈下去 一包撈下去 所以水牛也沒辦法吃那麼多硝酸鈦鈦 因為裡面的硝酸鈦鈦 現在沒有一包 那一包 那一包 它吃不到三分之一 春的都撈下去 因為植物沒辦法 短時間吸收那麼多的量 所以那個東西就撈下去 所以你會覺得說你用第一包不好 動沒有幾天就不好 你如果是這包你把它分成兩片 把它撈下去 我跟你講 效果絕對結對好 還有一個就是 簡單說 因為 為了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 我們剛才花一個點的時間 不然用一點的時間 把硝酸鈦鈦鈦和安鈦鈦 這兩個這個原理說清楚 因為這樣後面 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這可能時間 待會時間比較不夠 沒關係 我們再跟這個問題 再跟他說好 因為這很多人在這個保產裡面 請請都很多 尤其在市民上 很多在賣肥料 跟你說 那不可以用得一啦 那不可以用胎肥的 胎肥的 那現在都沒有肥的 留了就好 不是說我們拿胎肥的公告費 一毛錢都沒有給我們 但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啦 我們也是要把這個工作說好 因為這純粹是硝酸泰彈的 這個應用的這個問題 這點我們就要批評台肥公司 這個肥料的使用教育上 他們做不好 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辦國營的這個公司 我們現在有一個肥料的教育 要教育我們的農民 就是說你要用特製號的時候 留比較少 一次留半包就好了 分兩邊留 你不要一邊去留一包 這樣會效果不好 不然一個好的東西 現在給他們說 好像又要做回頭路 尤其在冷人 你如果可以用一點硝酸泰彈 尤其水中 這其實 他在肥料的速度很快 出這些問題 我們留在面子 我們就繼續大家說的好事 嗯哼